小老大们大家好呀 这里是小鬼头 咱们继续来看看我是僵尸运气 之前的失败代表不了什么 现在要做的就是 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关 我们开始战斗吧 有一块像一块做补给 阳光也挺多 就从这一关开始吧 我们永远考虑了 我们直接拿下 完蛋 默契灯笼才会爆炸了 要过关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无论现在是没压力了 换条路进攻 王僵尸 难道我的好运就要开始了吗 好像也没那么好运 不过吃掉了两颗植物也挺好 继续上吧 但又是潜水僵尸 浪费了一次机会 铁头 在这个版本 他好像挺废的 我把固定消灭 还能被打断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完了 还是潜水 我和他有仇吗 闻的话应该有了 不对 这九星赛头手的伤害好高啊 他不会是被加强过了吧 完了 我召唤两次僵尸都没能吃掉他们 是鸡枪射手 阿鲁绝对稳了 如果他闯不过去我直播倒立 接下来再吃掉五鹿的脑子 这应该只要是个正常的僵尸都能闯过去 再来看看一鹿 铁板门僵尸都闯过去有点难消灭一个问题不到 不是 这萝卜保护散为啥还会爆炸呀 简简单单的一局却给了我这么多的欲望 属于是给我整不会了 好了 这下阳光也不够了 也只能看下一把了 一千九百的阳光 有一颗项鱼盔可以试试 首先还是要解决二鹿的复制茄子 一只这么炸还是有点烦的 不是我手划了你们去吗 这下三路是畅通无阻了 不过阳光也没了呀 一只六百多的阳光 运气好一点过去也不是问题 那算了但我没说 来个蹦极是我没想到的 它与尘水僵尸气球僵尸齐名 统称我是僵尸里的废物 蹦极僵尸针对我是吧 嗯算了 这车好像也有点热 一千两百素的阳光测试一下也没过关 来个僵尸将中路的脑子吃了 反正过去也没啥能够了 呵呵 这下二鹿也应该稳咯 撑钻跳铃将它们全部压扁 路灯花也没用 七百九的阳光吃三鹿 应该不是少问题吧 雪人的好问题大了呀 它不会吃脑子 完了 现在阳光只够我召唤一只僵尸了 但是还有两路的脑子没吃 这个游戏可不可以太难了一点呀 后来就想点了 没吃到四路脑子 嗯 现在还是做不到的 三路脑子也能接受吧 小老大们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我们继续挑战 好 好 好